大家好,我是小雨,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 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指示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纷娱乐现在开售 影视圈中古装剧一直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题材 剧剧中的人物造型和颇具年代感的情节 都让观众们相当满意 而近期呢又一部大家期许已久的古装剧即将迎来开机 王英博新剧迎来开机 人物设定神思来忘记还有先婚后爱的戏码 该剧就是风起洛阳 根据知名的作家马博庸小说洛阳改编 是非常有他的特色的代表作 而马博庸上一度被改编的影视剧作品呢 是长安十二十城 所以看出该醉作的水平了 该剧延续了他的风格 把古装和探案相结合 既保留了历史的厚重感要在其上 加入了更多的紧张刺激的元素 让观众们更加容易接受了 该剧讲述了女皇武则天 在位期间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 颇有敌人节系列的味儿了 且该剧设定的是双男主 剧情上必定会更加的丰满 而该剧双男主呢 就是黄轩饰演的高炳竹 和王一博饰演的百里红毅 女主呢则是宋茜饰演的吴思月 三位都是当下影视圈最吃手可热的演员 相信他们会给大家奉献出一个精彩的表演 而三位主角当中呢 王一博的角色相较而言 可能更有看点一些 从介绍来看呢 百里红毅是一个牧师之心的人 对人对事儿都很冷静 近乎于无情 但唯独对高炳竹这个对手 有着不一样的情感 他对高炳竹有着一种感同顺受的感觉 对他很在乎 这人设和陈其林当中 王一博饰演的男王 既有着异曲同工的相似 两人都是近乎于无情般的难以接近 但是内心都有一个特别在乎的人 不知道这一次 王一博这次能够把百里红毅 这个角色呈现的像蓝湾就那么经典吗 期待 而该角色不仅仅是如此 在人物关系图章中看 百里红毅呢 还有一个心灰热爱的原配妻子 这毕竟是编剧留下的看点了 一个牧师之心的无情之人 最终能否变成有情之人 又是谁激发了他的情感 这无疑是非常有看点的 且他的小叔子还是他的杀父仇人 人物关系非常复杂 期待王一博能够完成这样一个高难度的角色 该剧有望在10月6号迎来开机 你期待王一博的百里红毅吗 吃光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先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